一代大俠徐少强 上个月因食度癌于北京病逝 享年73岁 第三任太太孟宇轩办理身后事期间 疑因伤心过度 心脏病离世 这日徐少强的五名子女 在红磡举行家电仪式追思会 灵堂布置简洁 正宗挂上徐少强夫妇的遗照 前面放了子女及家人的花牌 场内播放大俠生前的演出片段 徐少强生前经历三段婚姻 更曾与雪梨爆出婚外情轰动一时 并诞下儿子徐伟栋和女儿徐永昏 不过最后二人分手收场 这日雪梨也有大方现身送别 一身黑色打扮的她到灵堂骨公同上香 其后和家姐米雪坐在一旁 神情哀伤 后来二人大方给传媒拍照 两位可不可以听两句吗 至于徐伟栋和徐永昏亦同让身穿素服 并一早到场打点 不过没有受访 徐少强生前人员甚广 这日众多圈中好友送别 包括曾志伟、关丽杰、吴艺像唐丽球夫妇、林子聪、林威、洛应君、程东、田启文和彭淮安等等 当众相识半个世纪的李修妍 还大赞忘友是真正的大盒 听她的东西全部都是很正常的 拍戏的龙虎舞师、演员武功开 她看到她的袋有多少钱给她们 你最后一次见大盒是什么时候? 早两个月 在香港还是北京? 在香港 当时她精神是怎么样的? 还可以吗? 没什么事的 但是她性格很困境 没什么事的 回北京看她怎么怎么怎么 冯克安、孟海都是吃到盐走的 所以奉劝大家有什么东西 真是要病从前中医 至于灵堂内也放满好友送来的花牌 包括成龙、前家乐汤盈影夫妇 姚子宁、吕仲妍、麦景亭夫妇 陈国坤、黄衣文夫妇 和莫绍聪等等